受傷要什麼? 熱齋啡, 麻煩你 好 Mari姐, 去哪兒? Mari姐, 全都好, 怎麼不坐在裡面? 裡面有一間桌子, 不如坐進去 不要, 坐這裡 因為我有東西剩下 想和我媽媽好姐妹分享 你試試看, 看 你來的? 你有四位行騙嗎? P到沒有腰? 不是我 這是我上網找的結婚照片的典型 這張就是在冰島拍攝的 你想去冰島拍婚紗照片嗎? 但是我看見人家在布拉格拍的 都很漂亮 所以我打算問問你們的意見 你們看, 多漂亮 就是給你意見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看你的照片這麼冷 這裡這麼熱 不如我們進去坐再談 不要…我怕被叔叔看到 要不然我還沒選擇那個地方 我免得讓他看到 那些結婚照片拍得很漂亮 你準備跟明婚夫去那裡拍嗎? 蘇姐, 我要保持低調 你不要告訴別人 有些事似乎有人不想讓我寶寶 你叔叔知道 總之你去做事吧 我不是說叔叔拍照得不好 我還很開心 叔叔知道我訂婚 他立刻提供給我結婚照片 但我真的不想找叔叔拍照 你也知道叔叔是國際知名的攝影師 他也這麼忙 我怕要替我拍結婚照片 他會太大壓力, 我不想他生火 不想 叔叔, 你在這裡嗎? 叔叔做個戰地記者, 身經百戰 拍你的結婚照片, 我永遠有壓力 看過 還可以的 但是打從你說定婚的人 來, 叔叔已經…想好怎麼幫你拍結婚照 所以你不用浪費時間 找這些無謂的記憶 阿姨, 我去廁所 看來人哥打定主意 一定要替你拍照 那怎麼辦? 為什麼你不想人哥替我們拍婚紗照片? 畢竟他是國際級攝影師 我知道, 而且他在外面替人拍婚紗照片 收得不便宜 我知道 但我看過他替人拍婚紗照片 他不聽我新娘說話 他只是拍自己想拍的照片而已 如果你不喜歡他這件事的話 你就直接跟他說就行了 都說了他不聽別人說話 他怎麼會聽我意思做呢? 總之待會叔叔來到, 你替我推掉他 我? 當然是你 等一下… 你倆的東西怎麼這麼好? 請我吃日本的東西 我一直都對你這麼好, 叔叔 今天花了一些很漂亮的拖廊 你們一定要試試 是嗎?那來兩下 再去去找你, 老闆娘 來… 老闆娘 楊哥 其實今天我們約你出來吃飯 是想談一談結婚相片的事 我剛剛想跟你聊 其實我已經替你們找了這個景點了 這裡的海邊每年六、七月大潮的時候 海水就會浸在大部分的潮石 我會用日落來做背景 再加上這個萬塊門 將海水模糊化出去 你們倆就好像飄在金黃色的海水上 是不是很有感覺呢? 到時候如果加上火燒雲的效果 還沒敵了, 跟你說 你上來就好像很漂亮 真棒 宮業, 你剛才不是說上洗手間嗎? 我也想上去 阿叔, 我們先坐一會吧 好 你怎麼搞的? 我叫你推阿叔 你出去稱讚他選那些景點 你也看到仁哥準備了多少東西 哪裡好意思推他 問題現在不是他有沒有準備 是他不聽別人說話 我不想他拍到那些結婚相片出來 只有結婚是白色的 我整塊臉都是黑色的 你冷靜點, 我們放開來想 我們結婚雖然結一次而已 但是拍結婚相片不代表只拍一次 前結婚也可以拍 結婚當日行禮我們也可以拍 總之拍到你滿意為止, 好嗎? 總之我們這次不要掃人過慶, 好嗎? 好 宮業, 你說呢? 配這隻色的衣服是不是好看? 也不錯 我好像也不好看 紅衣魚 你看看, 這樣配合不漂亮嗎? 我這麼壞口, 我說漂亮的 你還說不漂亮? 問你的答案還是說 當然配合黃色的 紫色有點漂亮 等等… Andy 你坐下來幹什麼? 現在是我們倆結婚 事情我們倆搞得了 你快點過吧 姐姐問人家才給意見而已 Andy, 第八炮都喝好了 專心去泡你的茶, 去… 我專心, 你不… 你走吧 搞什麼? 水, 我也叫你別浪費時間 準備拍照的東西, 我替你量好了 你現在加一點點東西 我都會畫蛇添足, 知道嗎? 叔叔, 我對緝結婚照的要求 是很…很高的 我真的怕你做不到 你…要求什麼?你跟我說吧 我的結婚照, 我不希望這麼平凡 我不要一般的美人美景 最好有戲劇的元素在裡面 有動作場面在裡面 有飛機、快艇 對了, 最好是煙火的效果 怎麼樣?你能做到嗎? 如果難度太高, 你做不到 你開聲就行了 我可以找另一個人拍的 有些難度 但我喜歡 我很久沒接過這麼有挑戰性的動作 阿水, 你放心 你能騙出的阿叔做得到 我幫你量好 阿公業這麼久都還沒到? 她說要做事, 做完事才來比較適合 我不知道, 公業穿哪套禮服 可以配搭我的婚紗 我身形和阿公差不多 不如我去換幾套禮服出來 讓你配搭哪套比較好看 阿公, 阿公 姐姐和公業連婚紗相也拍了 你還沒死心? 你不知道搞結婚的時候 最容易鬧情變的嗎? 我現在正在做事 機會來了, 得華 你很奸 可以嗎? 很配, 真的很配 你的禮服這麼普通 真的配搭我的婚紗嗎? 芯兒, 麻煩你給我們拍照吧 拍照? 有時候肉眼底和拍了婚紗 效果不同 一二三 Jerry幹什麼? 你到了嗎? Andy在試哪套禮服呢? 配我的甜婚紗多一點 我脫了一點而已 你竟然找另一個男人陪你試婚紗? 我穿著甜婚紗 還捉住那個人, 等了你很久了 自己的婚禮來試婚紗 你都可以遲這麼多 你有沒有重視過我們的婚禮? 我沒有重視 我不會忘了做完事 馬上飛車過來 我沒想到我一來到 馬上看到這樣的畫面 那我真的坐在這裡沒什麼好做 我只是想省點時間 難道又是我錯? 你沒錯, 是我錯而已 我妨礙你們兩個拍婚紗照 不死了 我也是說的 工業他不是完全離譜嗎? 我花了這麼多精神心時間 去辦婚禮 他呢?他不頂不掉 連試婚紗也遲到 好像婚禮沒有他的份 你們到時結婚有多少事要辦 他大安寺什麼都給我辦 現在就像我自己和自己結婚一樣 我想工業其實是想參與的 但可能他真的很忙 對, 最近大龍先生給了他幾個大項目 他一定是很忙的 對, 你就體諒一下他吧 他有沒有體諒我? 若人人都打我自意 還要發我的脾氣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想和我結婚 經常說我不體諒他 究竟他知不知道我作為阿泰區政策 我手上有多少項目在跟著 他有沒有關心過這件事? 雖然全宇宙的瘋性動物都覺得結婚 一生而一生一定要做到最好 對嗎?我看Mary 真的擺盡了整個心機去搞婚禮的事 我平時跟他外出拍的打卡場 我這樣拍他也說差點 這樣拍也說差點 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差點什麼 這次… 我看婚紗白雪雪的樣子 是否應該選一些絲帶搭配花球呢? 什麼顏色好呢?還是什麼顏色都選一點 回去嘗嘗呢? 好 那我待會叫他做給我 不,我的花球什麼顏色的花也有 會不會像大媽? 不,這些還是不要了 不要嗎? 不要了,謝謝 好 好,這些珍珠有大顆又小顆 那買些回去搭配桌面擺設也好 我打算選珍珠來搭配 我的東西呢? 你說不要嘛,我把照片都放上去選 那我再選一個 選來選去,結果我請了半天假 還是去了一間店舖 買了幾十瓶 她不知道能否用得著的絲帶 你知道我有多少工作 多難才知道那半天假出來 別那麼激動 不過這些濕色的東西 搞定就沒事了 不僅是濕色的東西,試婚紗也一樣 這條裙子的領子開得這麼高 有多怪怪的 這件漂亮就挺漂亮 不過好像有點像那些花蕾 不知道這套又覺得怎麼樣呢? 這個位置這樣屈進去 好像擠了我的肉出來 那次我從天亮等到天黑 睡得不知多少暈 到我睡醒的時候 晚上十點多了,人家抓了閘 真是試婚紗試了九遲 人家試婚紗的那個姐姐 怕她怕得遲職了 之後再請她回來 但是還是受不了她 為什麼?因為她還沒選完 她真的有點過分 我把我手上的工作全都給她受不了 我作為老闆,多麼醜 我只是遲了一次到 她就找Andy試了我的禮服 跟她在那裡試婚紗拍照 我怎麼受不了? 你對! 我你對! 所以,我是不會再遷就她的 我也遷就得很辛苦啊 總之今次,公業不認錯的話 我就不結婚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這條影片,按一下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我來看這條影片